好的 來 可愛的麥姬 來了來了 我的那個年收入 那麼低 60 對 大差不多60 現在嗎 不是有自己在賣東西嗎 我那個網路上面賣東西的 有時候會有點把它做區隔開來這樣 然後這個是比較針對電視通告的這樣 你看起來很有錢 對 就是 麥姬你的嘻滑程度不亞於大飛 怎麼會看他 他也是很以華 算是蠻懂得打點自己的 就是我非常非常的喜歡叫外送 就是我很沉溺在叫外送 就我覺得可能跟個性有關 因為我就是偏載不太小心 也是純粹喜歡叫人來這樣的 就是我很不喜歡出門 外送什麼東西 你的朋友都是吃的外送 所以我所有的外送的程式通通都有 然後譬如說 中餐 晚餐 宵夜 我都會叫外送 有時候譬如說 因為我又喜歡多樣性 有時候譬如說宵夜的話 我可能就會叫到四家 有時候會來 永和豆漿的河粉蛋餅 然後來個羊肉炒麵 然後配個豆花 然後可能要一個那個 古早味紅茶 你說每家都點一個 對 他說你點完的時候 所以每個都有外送費 對啊 你達到兩百塊 他其實會近距離的話 有免外送費 對… 一加一個到不了兩百 對 因為我是分開叫的 那你就 但我的立場是覺得說 你講到這裡我先總結 你就是固定窮 沒有 你要聽我的理念 這麼快要固定 我的理念是 我要達到一個善循環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在賺錢 我們錢不能一直都存起來 我們要把它花過去 你拿到那賺錢 你連收六十萬 你連收六十萬 就賺得比較少而已 可是 還是有啦 對 我們有點貢獻 錢窮 心不窮 那他有循環嗎 他會給出去 然後東西會收進來 但他沒有回去啊 因為他是目前裡面 那你們三個裡面 目前連收最低的 對 但他花費所以是大手大腳 真的 你要選我們 第二點是 就是我對於特殊的衣服 就是很無法招架 是因為我本身 我不是有在賣日貨嗎 我是選物店 然後呢 我每個月都會去日本嘛 變成說我 從頭到腳的衣服 就是都會在工作的時候 在日本買這樣子 所以這是你 特殊的衣服 我跟你講他現在已經 還算穿得沒那麼虛華 對 他平常那個樣子 就是我在日本的時候 然後就是 除了補貨之外 然後就是我都會 順便就是看衣服嘛 然後你知道日本人 就是很愛大驚小怪 每次不管介紹什麼衣服 都會講出那種 一直覺得很適合你什麼的 然後就是會講說 這個就是限定的 然後講說 這個剩下最後一件 然後會講說 這個我們這間店有 然後都一種大驚小怪的 我就覺得 非常容易被他蠱惑 然後常常就是覺得 好 我就買這樣子 然後甚至養成一個壞習慣 就是他價格講越高 我反而覺得 好像有那個價值 然後反而很便宜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樣買我不會浪費錢 所以他很便宜這樣 所以你今天有帶來 對 就不知道自己在幹嘛這樣 就像 我就被粉絲買了這件 我在東京買了這件褲子 它就是前面是牛仔褲對不對 對 然後後面是那個球褲這樣 滿好看 很特別 然後這件差不多 換算台幣差不多到 然後那時候 一定有牌子 一定有牌子吧 他說是最重要的品牌 可是那個品牌 就只有那一間店而已 那就阿嬤就好了 對 然後買這件被我媽罵死 我媽媽就說 叫我拿兩件褲子來 他可以幫我做兩件 就是買這種褲子 然後不然就是這件也是 這件也是被我們媽罵翻的 就說這個人家在捕魚的人 在穿的 邵緯哥了 邵緯哥很搭耶 你送邵緯哥 然後下面是那個 骨骼襯衫的這樣有沒有 很特別啦 這件滿特別的 這件滿特別的 差不多要五千塊左右 這件五千我會 這件會買嗎 那你剛剛那個褲子 那這個呢 那這個會買嗎 這個 這個真的很神經病喔 這件帽子 我後來已經把它送人了 這是帽子 那是自己畫的 太生氣了 那個店員他就他畫的嘛 然後他就說 每一款都只有一頂而已 我就覺得 天啊 好稀奇喔 就只有一頂而已這樣 那多少錢 差不多三千八那邊 我畫給你 對 那真的 我以為說是什麼 什麼 我以為是什麼品牌 對不對 就是他們店員自己畫的耶 然後那時候你就覺得說 很有價值就買了 然後發現到 我還 我那時候想說是品牌畫的嘛 我會發現到 是店員畫的原因 是我在結帳的時候 那個店員就有一頂還在畫 然後就是 雖然突然都 就是會這樣子 不太一樣沒有錯 可是我就覺得說 那是一個打工的店員 然後再畫這個 然後一頂這樣三千八 可是你還是買了 就就說算了 那是手作 那是手作這樣 然後不得不買 我覺得如果是你欣賞的話 你OK買 然後呢 有再第三點是 就是出門只坐計程車 這很貴 沒有沒有 可是我沒有什麼在出門的 對 我沒有坦常出門 然後主要會出門 會坐計程車 是因為我有摩托車 可是台北的單行道真的很多 你有摩托車 我有摩托車 那你騎摩托車就好了 那你去外送 然後你就好了 第一點就解決 就解決 做一個結合嗎 沒有 就是因為摩托車 你常常到那個地方 你會不好停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算了不如就是坐計程車 然後我的計程車費 我會限制在譬如 一個月就大概五千塊 停車是真的很麻煩 對 真的 我如果譬如說去日本的話 也會搭計程車 好貴 對 很貴 就起跳就兩百三 日本地鐵這麼方便 可是要搭計程車 我每次進站 因為他可能去 買東西 日本人都會推你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對於日本又是一個 很有一個幻想的地方 他們瞪你 我就覺得說對日本扣分了 動作片 他們的那個流行的文化 什麼等等的 然後就覺得說他們如果瞪你 我就覺得對於日本很扣分 想說避開這些 那我就不要扣 不要扣他們 不要扣門分 所以我想要留著美好這樣 所以我就說坐計程車 而且我很喜歡那個 計程車不是門會自動打開嗎 對 就打開那個瞬間就覺得 錢花了 錢花了 而且我也會搭計程車 對 在日本搭計程車是這樣 你不要自己開門 也不要自己關門 對 我之前不知道被那個 他罵的 對 連關門都不要自己關門 對 我就是都會喜歡坐計程車 主要原來就喜歡看大家門 這樣打開 天啊好富足喔 可是我也會 我就是在台灣也是搭計程車 因為你就是出門工作的話 如果你是騎摩托車的話 你的臉就很容易被那個什麼 塵土啊 用得很灰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計程車是有它的必要性 然後到了的話 你拿起來要重新整理什麼 對 那你何必 對 何必呢 而且你這個計程車你回去 你也不怕被跟蹤啊 對 因為有些粉絲他很瘋狂 對 同時也有達到一個扇的循環 對 我真的有時候走路回家 然後那個計程車 可能對我閃個燈 我就覺得說天啊 他這樣子是要叫我搭嗎 我就真的會搭耶 然後就是我說到哪裡 我就跟他說下一個路口 然後右轉 可是現在計程車比較貴 它的起價已經到八十八五了 對 所以它其實跟Uber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我會搭多元 因為我會坐計程車是因為 就他們那些人可能不知道 怎麼使用Uber系統 我就覺得比較長一倍 有一點像是要保護他們 我的立場是要保護他們 保護這個做三星華 你好像 我這個是這樣的立場 所以才坐計程車的 我覺得賣機最大的問題 不是他買東西的問題 是他的靈魂有問題 你就是腦波弱 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說服 很容易被洗腦 他雖然腦波弱 但他的粉絲 腦波更弱 更弱 他會去賣給他的粉絲 一個保麗龍球 然後說他是什麼 但是之前了啦 沒有啦 之前就是我會拿 那個保麗龍球 放在那種夾鏈袋裡面 然後就會寫說 那個是天然米挖士 然後就是拿來賣 可是我剛才講說製作過程 就是我真的是去這種光南買的 放進去這樣 然後我一顆就賣八百塊 然後真的很多人買耶 就是很妙 真的很妙 好奇怪喔 對 真的很妙 他還賣大便 假的大便 對 就是那個很妙 那不然真的嗎 就真的 就是一顆就是 那個大便做到真實 到客人在翻的時候都很怕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是太過於真實了 他們很怕就是 萬一裡面是不是有混到那個 真的大便 然後翻完的話都會這樣 他們都會這樣子溫 一直覺得那是不是有問題 就很有事啊 所以你這樣子夠嗎 六十萬 就是變成說我到月底 就是得賣二手衣這樣 那我相信就是 你的心地善良的話 你就是會越來越 你賣大便 你賣大便 你賣大便跟賣大便 你賣大便 我已經沒有 我已經過去了 我已經就是 我已經喜心隔面了 他長大了 那時候真的不懂事 就是亂賣東西 賣大便 現在就是真的已經知道了這樣 因為我包括我連住的地方 就是我想說都搬來台北 我北漂已經十三年了 我也是很堅持說 既然要住在台北 就要住在好一點的地段 把這西藝區的那個門牌不放 然後房租很貴嘛 就變成說要有取捨 我就想說 好 不然捨棄浴室好了 所以我現在所住的地方 就是沒有浴室 沒有廁所 就變成說只有廁所 像也沒有廚房 有廁所 沒有浴室 就是沒有浴室只有廁所 就是一個馬桶 跟一個洗手這樣子 那怎麼洗澡 對啊 洗澡的話就是 有 就很白癡耶 有這樣的格局 就是我買那種就是摺疊的 摺疊的那種有沒有 泡澡桶 小朋友就那種泡澡的那種 那因為我本身很高嘛 然後我如果洗澡的話 我就必須得蹲著洗 對 才不會漸出來 你好日本喔 對啊 我覺得那都還好喔 洗完的時候是不是 裡面會有水 對啊 然後我要拿那個馬克杯 把它卡起來 把它倒到那個馬桶裡面 當馬桶水 對 然後洗完的時候 是不是又流汗了 因為要再拿獅子巾擦一下 曬循環 曬循環 要再拿獅子巾擦一下全身這樣子 所以就 哇 你看洗澡好累喔 然後不如不要出門 不要出門的話 你在家裡吹冷氣 就不會流汗 就大概兩天三天洗澡 就會叫外送 沒有廚房 所以你很喜歡叫外送 對 因為我們家真的沒有廚房 我們叫做一個茶水間 然後就把那個茶水間 當作是廚房這樣子 新一區的那個房租真的很貴耶 其實坪數沒有到很大 然後就每個月就三萬三 你有分租嗎 你自己住 沒有 我自己住啊 這怎麼分租 這沒有分租 它就一張床而已 跟一個這個 對 然後我就是洗澡 然後我覺得洗澡 是真的還滿滿麻煩的 辛苦耶 然後這樣住十三年 那有陽台嗎 沒有陽台 有一個很大的落地霜 可以看到那個 中向東路的馬路這樣 你就是為了那個view 地段 看到它的堅持 打開就覺得 哇 天啊 美好的一天 我覺得你是翻身很難 真的假的 你比 可是很多命理老師 他們很促進窮 是不是可以因為 調整一下買東西 也許會富有 對 你是靈魂就促進窮 可是很多命理老師 或者是摸股師都說 我以後會很有錢耶 摸股師 真的喔 什麼摸的 四五個有吧 真的都說我會滿有錢的 所以我就很相信 我應該會很有錢 所以我就是覺得說 好 那就是把握當下